嗨,大家好,是上这个二线城市的英语学院呢,还是上这个一线城市的综合类大学或者师范呢,这个取决于你本身的意愿,那有的朋友呢,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读一个英语学院,或者有的朋友就觉得我一定要留在大城市,这个是第一个意愿,就是对于这个城市,还有你本身的这个理想和渴求。 然后第二层面其实就涉及到就业,就是说就业的话,首先你肯定要考虑到以后你是否要读博呀,还是说你是否要读硕士博士这些事,然后你所选择这个学校,你要对他去进行了解他的硕士和博士的这个专业,还有你是否能达到其标准,包括说是费用上,但是从现在整个俄罗斯的这个艺术留学来看的话,二三线的英语学院的学费, 还有一线城市的这个大学音乐,就是大学音乐系的这个学费呢,其实相差的也没有说是特别大,现在最贵的学校呢,也就是说,像圣美德堡音乐学院,还有柴格斯音乐学院这些就是最顶尖的,还有格尼西音乐学院这几个学费是最贵的,而其次就是开院的学费也很贵,那么剩下的学费呢,我觉得相差不是特别大,当然越小越小的城市更偏远一些,可能还会相对的更低。 综合下来还是给大家自己考虑一下,个人意愿,就业前景,是否要读硕士博士,这些综合到一起,还有你真的是不是特别喜欢大城市。 会费呢? 感谢观看